這件衣服在這個國安法之後 穿在身上可能會有事 現在是沒有事的 現在滿街警察都不會因為我穿這件衣服 是會抓我的 在這個64%鎮壓的31週年的前夕 人大開會是將國安法強加在香港人的身上 大家都知道 國安法是64%鎮壓之後的產品來的 我在這裡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劉曉波先生 想起64的死難者 在很長一段時間 香港人每年都去維園開行燭光集會 我想問以後還可不可以舉行 我想問以後還可不可以來這裡 示威要求結束一黨出席 所以今天中共將部分的國安法直接拿來香港 是要騙殺所有香港人的言論自由 集會自由 結社自由 示威自由 出版自由 新聞自由 現在在第一階段的立法還有其他各行的罪名 包括洩露國家機密 包括其他的罪名 會令到大家的自由沒有了 所以嚴鎮以待 還有兩個月 香港人還可以出來表達意見 出來抗爭 今天就是開始